您好 我是曹行 话说从前江南有一个和尚 犯了戒律 乡人就告到县衙门 县太爷怕事 就想把他送到省城里去省问 于是批示公文 要公差收拾包袱 立刻把这个和尚押送到省城 到了省城的路要走七天七夜 这个公差他也很尽责 随时盘点 公文包袱和尚 我一样不缺继续往前走 到了省城的前一天 和尚就想了个坏主意 借口未落就弄了一些既有菜 好言好语的就把这个公差给灌醉了 趁着公差醉倒的时候 就把公差的头发给剃光 又把自己的袈裟换给公差穿 然后穿上公差的衣服连夜逃走 公差第二天早上醒来啊 照例盘点 公文有 包袱有 和尚 看看自己身上的袈裟 再摸摸光头 有 和尚没问题 哎呀 那我呢 我到哪里去了 我怎么不见了 在古代啊 这算是个笑话 但是现在听来 倒像有点讽刺 就是说 现代的人拼命追求外在世界的东西 但是往往忽略了自己的存在 所以公文在 包袱在 和尚在 结果自己却不见了 放在现在来看啊 的确有很多人啊 比如说他有很多的食物知识 可是他不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他读了很多的旅游的书 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 像这些问题呢 其实关键都在 不认识自己 找不到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